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做自己才是王道 人们欣赏那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不管在任何的关系里面 不管是感情或是在工作上 你一定遇过那种 哇,他就是可以活出自我 他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可能是工作上面的目标 或者是对于生活节奏的掌握 他就是一个很慢火的人 他就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竞争的人 但他可能以前是一个工作狂 但是然后事过境迁 他努力过了 他打拼过了 他后面归于平淡 他觉得说这种小日子 小幸福才是他想要的 那这种他知道自己的方向跟目标 很明确的人 反而大家会觉得很尊敬他 或是很佩服他 那今天就要聊聊大家所欣赏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的特质 第一点就是 人生一回 你只能做好你自己 这一点其实在讲说 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比较 或是很喜欢想要去模仿别人 看到别人 他投资股票赚大钱是不是 那我也要去投资股票 最近的那个 那升科或是工程师很赚钱是不是 那我也要去当工程师 我也要去学那个东西 就是你会想要跟别人一样 或是想要跟别人过上好日子 但是你从来没有去自我的询问过 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形态 或是这工作到底适不适合 我这样的人去做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专长跟天赋所在 但你如果一直一心地觉得说 你看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现在都是结婚去的 生小孩去了 在买房子了 在买车了 我很像不买房 我很像不结婚 不生子 很像我就落后 我很像就输了 你就不想要输的感觉 就想要赶快跟上大家的那种步调 而这种比较心态呢 它有所谓害惨你 你可能就是只是想赢 你那个想赢的心态并不是说 你在这个赛道上是你其实 你长远想要跟你的方向 有可能只是单纯就觉得 我在这工作里面 我就是想要证得那个主管的位阶 我想要拿到这个案子 但为什么要拿到这个案子 为什么要证得主管的位阶 你适合当主管吗 或是现在做的这个行业 到底适不适合你长远的发展 现在这种工作到每日每夜 超级没有生活品质的工作狂模式 到底适合你吗 还是是你想要的吗 你没有去思考 你可能一味地觉得说 我现在这个头显很好听 你看我爸妈 现在就是觉得我现在工作很棒 我的生活感觉赚很多钱 很像大家都觉得我是人生胜利组 但是这个人生胜利组 其实只是你自己觉得 别人这样认为你 但其实说不定别人会觉得说 天哪 他这工作狂 他每天就是活得很没有品质 大家才不会羡慕你 只是你认为大家很羡慕你 而且甚至你连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 你都觉得说 我现在忙了跟狗一样 然后我到底每天回家之后 就是只想着赶快睡觉 然后一醒来就工作 到底是为什么而活 你没有去思考 但刚刚反过来讲 有些人就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曲力刚工作狂的生活 有些人就是真的 我就是喜欢当个工作狂 他让我非常的有干净 觉得人生非常的有目标 那很好 那你就很适合这样继续走下去 但有些人不是 他就是做这些工作 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 他就哀声载道 每天就是一直跟别人抱怨 然后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开心 但他同时不做出改变 他就一直在抱怨而已 那这样的状况就是个恶性循环 这样反而大家不会欣赏你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我知道我就是个工作狂 而且我非常喜欢我这样的生活模式 我很了解我自己 大家就会钦佩你这种人 而这就是所谓的 人生只有一回 请你去做好你自己 你喜欢怎样的生活 你想要追求怎样的目标 请你去厘清 然后就好好的去走你的路 不用去比较去看别人的好 然后拿来折磨自己 而只有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做自己才是王道 人们欣赏那种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就是恶 处事果断 目标明确 反而让人家钦佩 你会发现现在台面上 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他们有些共同的特质 就是他们就是打死不退 那个打死不退 是他们知道说 我这件事情是我由衷想要去成就他的 就是像伊隆马斯克 他就是想要移民火星 或是他就想要坐电动车 他就是 我专心致志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非达成不可 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然后他也是做事非常的果断 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办法帮助我 我就砍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办法 让我可以顺利走下去 那我就想别的方法 去做 去床 去试 你懂吗 这种心态 就是放在生活之中也是一样 你在工作上面 你的目标够明确吗 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方向 你够了解吗 那一样放到感情里面也是一样 有些人在关系里面 就是爱一个人 但是他又不敢全身投入去爱 他不爱一个人 他也不敢直讲 然后就是拖着 那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就是委曲求全 优柔寡断 一直无法做出 到底怎样对他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他无法去做出一个 我知道这关系对我非常的不好 他让我每天过得很不开心 他是一个不好的对象 但是我还是离不开他 我不敢跟他说分手 或者我现在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 但是我明明知道没有未来 但是我不敢斩断这关系 就是做事情太过于不敢做决定 或者是什么事情都想要对方去做 或者是顺着大事 别人告诉我这样做是好的 那我再这样做 他不敢自己去做选择 这个状况也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没有自信 而且就是觉得很窝囊 所以很多人就说 可能有些人在工作上面表现很好 但在感情里面 他就太过于委曲求全 或是太过于想要讨好对方的时候 反而就少了那个魅力 那个魅力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 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敢于跟你的对象说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想要怎样的关系 你要不就配合 要不我们就离开 我们就分手 你敢于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反而是更迷人的 而这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有意会到 反而觉得说 我就是要配合他 感情就是要忍让 就是要脑磨合 遇到一些冲突 或是一些歧见的时候 不敢讲出真心话 这样子反而会让你在关系里面 越活越卑微 越活越不开心 而就是第二点 现在第三点关于说 做自己才是王道 人们欣赏那些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就是三 对自己足够认识 才懂得爱人 这一点之前 已经讲过类似的概念 就是你一定要去了解 你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你想要怎样的关系 你想要怎样的另一半 在投身感情之前 这几个问题 你是否自己有弄清楚 还是说你就今天遇到了一个人 觉得这个人不错 就试试看 而你这样子的关系 当然有时候就是会 把你试一试就中了 但大多时候 人就是得要先去厘清 你想要的关系 是可以长远走下去的那种 婚姻 我要结婚生子吗 还是我只想找个伴 还是我现在就是 我不想要定下来 我就是真的想要玩玩而已 那不管怎么样 你至少要自己去弄清楚 你向往的关系是长怎么样的 你希望你的另一半 能够符合你哪些 比方说那所谓的标准 不是说外形标准 而是说它有哪些特质 是你欠缺的 或者你希望你另一半 能够去补抢你的 举例来说 你可能就是一个很需要陪伴的人 那你可能就不适合那种 就是他工作非常忙 他没有办法陪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期待你的关系 就是可以走向结婚生子 那你现在就不应该去找那种 他就是跟你玩玩的 他就是很花心的人 他可能就是没有想跟你定下来 你会自己累得半死 但是你得不到你要的关系 而这又第三点 当你对自己足够认识 你才懂得爱人 一方面是 他可以让你少走一点远路 另一方面是 当你真的找到那个对的人 你才能够告诉对方说 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因为你对你自己足够认识 而不是要让对方去猜你 好了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三点来聊聊 做自己才是王道 人们欣赏那种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我要介绍 今天位于士林的美食 叫做阿姑亲一下 阿姑是那个姑姑的姑 亲呢 是亲了的亲 就是那句谐音 蛮醋鼻的 他地点位于士林夜市的大南路上 在那个士林猛虎的对面 贩售各式的现切芭蜡 还有芒果青两种品项 那他的芭蜡有很多的佐料可以选择 有梅子粉啊 甘草粉 糖粉 辣粉 还有盐巴 那我根本觉得他的甘草粉蛮好吃 而且份量算是给的蛮有诚意的 一份60块 还算合理 因为大家一听到士林夜市都觉得说 是不是很贵什么这些 这我觉得还价格还算OK 但他们家的芒果青 我是没吃过 但是现在这种品项也很少见了 所以有经过 如果你喜欢芒果青的话 不妨可以去尝尝闲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后方的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东东方很多 有趣的及时新闻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 我还有事实际上 我说明晚安 广泥 你 请